臺灣的NGO工作者李明哲 二零一七年 被中國以顛覆國家政權罪 判刑五年 今天服刑期滿 中國國台辦宣布將如期釋放 並且安排他回到臺灣 臺灣NGO工作者李明哲 二零一七年 被中國以顛覆國家政權罪 判刑五年 根據生效刑事判決 十四號就是刑滿期限 先前民間團體 已經多次呼籲 中國政府如期釋放 國台辦十三號宣布 將安排返臺 李明哲將於近期執行五年 有期徒刑欺瞞 依法釋放 有關方面 近日將安排李明哲返臺 李明哲二零七年三月十九號 刷到中國拜訪朋友 卻在入境時失聯 中國官方表示 因為李明哲涉嫌從事 危害國家安全活動 遭到扣留 之後更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五年 他的妻子李靖渝 一直積極尋求各界協助 但是後來無法前往中國探視 李明哲的狀況如何 並不清楚 現在即將獲釋 李靖渝低調回應 等到返臺再說 陸委會感謝民間團體 還有臺商的協助 已經做好李明哲返臺的準備 就等中國方面的通知 而美國國務院十二號 也公布最新的人權報告 點名中國俄羅斯 北韓等九國侵害人權民主 其中關於中國的報告 列出北京當局二十四項 重大人權侵犯作為 包括關押政治犯 嚴重限制言論 新聞還有行動自由等 據報告中關於臺灣的部分 評估在大部分的區域表現良好 但持續關切記者遭到刑事誹謗罪的威脅問題 維交部表示將持續守護臺灣的民主 自由跟人權 並且深化臺美的全球合作夥伴關係 記者和一朋友組台北報導